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正在保釋當中的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峰 在前晚就現身在丹麥那樹 接受當地媒體的採訪 他這個舉動就引來了本地網絡社群很多的揣測 甚至乎還有傳聞 說他將會流亡海外 而在隨後 許智峰很快就向記者作出了澄清 他就說這次的訪問行程 是會由11月30日到12月4日 而這次行程主要的目的 就是為了交流 有關於環境政策和氣候轉變的問題 而他還提到回香港之後需要隔離14天 他也表達得很清晰 他就說在12月4日之後就會回香港 根據我的觀察所得 許智峰在作出完這番的澄清以後 反而還引起了更多網民的擔憂 主要就是擔心他回到香港之後 不知道會面對一些什麼狀況 諸如此類的事情 好了 去到昨天 HK01又收到消息了 他們就說 許智峰的父母 妻子和兩名幼年的兒女 已經在傍晚乘搭飛機離開了香港 暫時就不知道目的地和原因 在這個消息傳出了以後 有關於他流亡的傳聞就更加知是甚囂塵上 許智峰自己在Facebook那裏作出了回應 他就說 收到的訊息實在太多 行程也都太滿 心情也都是太過沉重 亦都是因為時差的關係 沒辦法逐一回覆 僅此 一次過回覆大家 他就說 一向都認為 政治人物的家庭生活 無需向公眾交代 故此 他就不會提供任何有關於 他家人的資訊 大家亦都 無需作出揣測 至於他自己 就會繼續按照 要原定的行程完成公務外訪 做好議員的責任 無負其許 如果有任何新的資訊 就會向大家再作交代 這就是他的回覆 至於他在民主黨的兩名黨友 陶謹申和林卓廷 分別都有在Facebook上發表了貼文 似乎是意有所指的 陶謹申的貼文就這樣說 說今晚 令他想起這首歌 《夜機》 就是陳惠涵的一首 歌詞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講將要離開香港的那個晚上 那個心情到底是如何的沉寵 至於林卓廷 他的留言 更加知道是沉寵的 這條貼文就只有一句 兄弟 去留肝膽 兩崑倫 引述了譚志同的 欲中提壁 如果用這首詞來比喻 林卓廷和許智峰 當然可以說是貼切 同時也是很悲哀的 這首詞是怎麼寫的 望回頭指 施張劍 忍死衰遇 代道根 這兩句為什麼呢 張劍就是東漢末年的士大夫 由於他不滿那些宦官弄權 於是乎就走了去抗議 在黨固之禍當中 招來了橫禍 被迫要逃亡 在逃亡的期間 由於他本人的聲望和德行 非常之高 於是乎所到之處 其實家家戶戶 都願意冒著很大的風險 來收留他 但是 曾經收留過他的人家當中 也有幾十戶被抄家 而道根 也是東漢時期的人 通過舉孝廉出身 他走去對抗外戚專權 於是乎就惹來了殺身之禍 幸好那些玉卒 見他 德行那麼高 於是乎 在行刑的時候 放了他一馬 頭兩句就是講 兩個東漢的故事 張劍就是逃亡 道根就是留下了壽刑 但是兩個人的德行 都相當之高 都是被迫害的 我自橫都向天笑 去留肝膽兩崑崙 就是譚智同的 智慌來的 即是說 他自己知道 時日無多 將要接受行刑 只好 就是慷慨就義 笑著 而去留肝膽兩崑崙 那個去就是 康有為 和梁啟超等人 譚智同的意思 就是說 既然你都選擇了 要逃亡的時候 你就只能夠 繼續 秉承著改革 這個路向 千萬不要放棄 留的就是說 譚智同等等 那個 無術六君子 好了 至於 肝膽就是 無論你去也好 或者選擇留也好 他們都是肝膽雙照 而背後的精神 就好像 昆倫山 那麼 如果 林卓廷 說得出 這句 說話的時候 除了向 許智峰 進行勸勉之外 他自己也是 作出了 最壞的打算 其實 許智峰昨天也接受了美聯社的訪問 他就提到 說香港的情況正在惡化 讓全世界知道香港不再是自由的城市 是非常重要的 他就說 從政的時候 沒有想過要坐牢 而民主 就很脆弱 在危難之時 各地的民主人士 就需要團結 他就呼籲歐洲國家 好像丹麥 那樣 要跟隨英國 向那些抗爭者 提供一個避難所 如果美聯社這篇報導所引述的說話 真是許智峰自己所說的 恐怕他回到香港 又會面臨著一些什麼的控訴 向許智峰發出了訪問邀請的丹麥國會議員 他就提到 說知道許智峰可能會在丹麥訪問三天之後 是會轉到英國 但是目前 就未曾談及到具體的計劃 據我在網絡上的觀察 其實絕大部分的黃絲網民 都是會尊重許智峰的決定 唯有說一句平安大吉 接著就講講關於林鄭 他較早前 接受了有線電視的專訪 就由李遵做主持 去訪問他 李遵問他關於移民的問題 林鄭就說 移民就是被誇大了 現在有什麼好地方移民 拿來講 林鄭出席電台聯播節目的時候 也是被問及到關於移民的問題 他就這樣回答 說每個人都有自由的選擇 最終在邊樹安居和發展 香港歷史上也曾經出現過移民潮 不是沒試過的 經歷了過去的一年 可以理解市民會感到焦慮和不安 但是以往也有部分人 看到香港發展好 而回流 林鄭似乎忽略了 過去那麼多次的移民潮 和今次即將會出現的移民潮 之間 有一個本質上的區別 當然在六七十年代 有很多新界的鄉紳和原居民 獲得了英籍 去到英國打工賺錢 那些就不算了 因為那些是港英政府當時的對策 從八十年代開始說起 其實每一次的移民潮 都是出於恐共心理來主導 當然今次都不例外 但是之前和今次有什麼分別 就是之前移民走了那些人 當他們在入籍了外國之後 留了幾年 他們就可能發現 他們當初所恐懼的事情 就沒有發生 於是可以 大搖大擺回流回香港 既然間那個外國護照都到了手 但是今次就是大家所恐懼的事情都出現了 才想著去移民 所以今次走的人 很大可能 就是走了都未必會回頭 還有一件事就是 以往 那麼多次的移民潮 主要都是那些 專業人士 或者是中產以上的人 才有能本事 是可以走得到的 因為移民都有分不上條件 但是現在 五眼聯盟當中 其中三個國家 英國 澳洲 和加拿大 都分別 推出了一些細節 基本上 就不需要 以往 是需要大量的資產要求 或者是需要 專業資格的要求 等等 你要去英國有本BNO 交得起的簽證費 有半年的生活費 那就已經可以了 加拿大和澳洲 也都歡迎香港人 去讀書 那裏所花的錢 都是有限 所以 今次走的人 我就相信 比起 過去那麼多的移民潮 所走的人 是會為之多 因為門檻 就是下降了很多 況且當年 八四中英談判也好 八九六四事件也好 其實 就是沒有對於香港有一個 即時的貼身衝擊 但這次又不同 基本條件不同的時候 分析出來的結果 自然就要不同 所以林鄭就說 這個移民潮 就是被誇大了 儘管看看 明年的數據 會不會是被誇大 在下星期開始 英國 就會陸續 為國民 接種疫苗 到其實 如果這個 武肺搞定的時候 經濟又復甦 本身在香港 觀望狀態的那幫人 打算疫情嚴重 卻步那幫人 可能就會 陸續出發 到時候 看看數字 數字就反映了 不用爭 好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